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赖财金 百年来首次 道指连跌八周 今天我们继续见证历史 在上半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欧洲各大主要股指纷纷走低 美股三大股指起起走弱 固收市场上 美债价格多数走高 欧洲主要债券走强 始于2022年初的美股熊市 使得标普百指数创下了52年以来最糟糕的上半年表现 是自1970年以来表现最差的上半年 不过这里有一点希望是 据历史数据显示 历史上 标普百指数在上半年下跌超过15%以后 在下半年都出现了反弹 不过 该样本容量很小 只有五个例子 同时 道指在上半年下跌超过10%后 下半年表现是不稳定的 走势多变 而纳指前途未卜 因为历史上 纳指上半年跌超20%的次数太少了 这种情况仅在2002年和1973年发生过 在仅有的两个案例中 纳指在下半年均录得8.7%的跌幅 消息面上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 英国央行行长贝利罕见的齐聚一堂 据守欧洲央行在葡萄牙辛特拉举办的年度货币政策论坛 三人齐声做出表态 这传递出了一个关键的信息是 疫情前的低通胀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世界正转向一种更高的通胀机制 过去20年的低利率策略将不再适用 目前央行的首的任务是压低通胀 不排除更大幅度的加息 此外 鲍威尔还承认 不能保证成功软着陆 实现软着陆的路径变得更窄了 对此 市场对于衰退的担忧加剧 关于美国经济走向衰退 似乎正在成为一种共识 华尔街专业人士调查显示 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认为衰退已经开始 虽然2023年的可能性比2022年更大 但很明显风险正在急剧 在美国高企的通胀 以及美联储大幅加息的阴霾之下 投资者的悲观情绪一发浓重 消费者信心指数节节败退 美国企业乐观程度指数 跌至近两年的低点 美企CFO对经济乐观程度 降至近十年最低 在这场信心崩塌的接力赛中 目前似乎没有最低 只有更低 从消费者到投资者 再到企业经营者 信心碎了一地 数据上 美国第一季度实际GDP年化纪律中值是负的1.6% 不及预期的负的1.5% 前值是1.5% 目前市场预计 美联储今年将再加息175个基点 并在2023年达到3.75%至4%的峰值 这将是美联储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最强硬的加息周期 不过随着衰退风险上市 市场还预计美联储2024年将适度降息 事实上加息就能抑制物价吗 这么简单就好了 目前经济越烂 股市反而是好消息 只是目前分析师流行的话 坏消息可能是好消息 这意味着央行可能不必再像原先计划的那样 快速收紧货币政策 例如之前鲍娃尔散布衰退消息 对于美股来说是好消息 同时美国政策制定者 现在似乎正在推动美联储 从优先于抗击通胀 转向优先保证经济增长 从参议员对鲍娃尔的询问中也可以感受到 万言之 国会大佬这些上层决策者 仍希望出现所谓的软着陆 英国央行长贝里称 英国央行可能选择对通胀采取 更强有力的行动 不排除一个月后的政策会议加息50个基点 前提是 如果有持续迹象表明 物价上涨是一个问题 英国宣布制裁俄罗斯第二大富豪 被制裁的俄罗斯寡头 是世界上最大的涅 把和同生产商的CEO 控制着超过30%的股份 受制裁消息影响 相关产品价格异动 虽然交易本身和英国关系不大 但英国是伦敦金属交易所的大本营 伦敦金属交易所控制着世界各地的仓库网络 并为全球金属交易定价 近几个月来 美国通胀数据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刚刚美国另一个通胀指标 美联储最关注的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来袭 相较CPI和较为滞后的一季度PCE PCE月率数据更能体现通货膨胀的动态情况 也更受美联储的青睐 更有利于研究和理解美国的长期经济状况 这次美国5月核心PC物价指数年率落得4.7% 预期是4.8% 前值是4.9% 为去年11月以来的新低 美国5月核心PC物价指数月率是0.3% 预期是0.4% 前值是0.3% 数据出来以后 市场重重地缓了一口气 PC与CPI两者在计算方法 权重范围方面都有所区别 这些不同会造成CPI与PC走势出现一定的背离 影响CPI与PC差值的主要来自三个项目 包括能源 住房和医疗 而核心PC与核心CPI的差值主要来自于后两项 本质上 在正常时期 美国PC走势与CPI大体相同 但近几个月 两者之间的差距正在不断扩大 因为导致CPI暴涨的汽油价格和住宅租金项 在PC物价指数中的权重较低 核心PC将占PC比例过25%的食物和能源消费排除在外 美国核心PC鉴定的原因是 推动CPI意外走高的多数板块都被核心CPI剔除在外 其中包括能源成本 注意 这个数据炒作成分居高 本身很难影响到美联储当前的决策 高于预期的PC数据只会强化美联储的政策 而低于预期的PC数据也无法对当前通胀 远高于美联储2%目标的局面有所改变 未来一年美国物价将维持在各位 已经成为一种默认的基本假设 事实可能会证明 通胀不会在今年下半年受到美联储加息的影响 这种结果对金融市场非常不利 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 投资者和交易员可能会经历于上半年类似的新一轮动荡 一些人认为 美联储可能已经失去了对通胀的控制 而且这种风险越来越大 目前专业机构预测 通胀数据最快将在2023年初出现明显下降 如果是正确的 那么还有半年 大家就继续熬着吧 为对抗通胀 美国加州将向2300万居民 发放高达200美元至1050美元的通货膨胀救济支票 这些支票是170亿美元通胀救助计划的一部分 该计划还将暂停加州的柴油销售税 并为人们支付房租和水电费提供额外的援助 加州自己有钱 这些款项是加州2022至2023年预算的一部分 以退税的形式存在 去年加州的预算盈余超过750亿美元 不过媒体表示 这会加重通胀 另外 不劳而获会导致部分人用完了就躺平 等待下一次补贴 个体问题虽然得到了缓解 但会导致总体问题的积累 但是作为民众当然是举双手欢迎的 同样 欧洲通胀再度加速 法国5月CPI同比增长6.5% 刷新历史新高 德国本月的通胀没有预期的那么强劲 但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 现在的关键焦点 将是低于周五公布的欧元区19个成员过的6月通胀数据 经济学家们预计 欧元区6月CPI将达到创纪录的8.5% 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 法国在控制通胀方面也是补贴民众 政府花费了约250亿欧元 来限制能源成本的上涨 除了补贴 欧洲许多人希望重启不太环保的煤电 但突然发现难度不少 因为熟练的采煤工基本都太老了 无法重新下进 而面对这种高危人工作业岗位 年轻人更加不愿意干 拿着钞票招不到人 当然 现在有那种高度智能化 不用几个人就能下井采煤 透水瓦斯爆炸风险还低得成套设备 但这种设备的唯一制造国却不太愿意卖 这里多说一句 瑞典环保少女格雷塔通贝里 曾经凭借影响力 一度号召全球数百万学生罢客 成为了许多青少年的偶像 甚至出席了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气候变化分会 以各种方式敦促各国领袖重视气候变化 然而最近 有瑞典活动人士质疑通贝里通俄 理由是通贝里曾与一家接受过俄外交援助的组织有联系 很多人认为是谣言 坚决不相信 并表示通贝里为了环保连血都不上 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 但也有人表示 德国正是在通贝里宣传的帮助下 干到了欧洲的燃煤发电厂 对此 瑞典调查机构已开始正式调查这件事情 彼时 欧洲歌舞升平 平价天然气能保证空调24小时不关 环保少女自然政治正确 而如今 欧洲某些政客 要考虑高油价下民众的怒火 希望这杀疯了的世界 不缺人间清醒 北约峰会继续 塞丽斯基发表重要视频讲话 基调和之前保持一致 给钱给武器 塞丽斯基称 乌克兰每个月大约需要 50亿美元经济援助的重要性 不要于武器援助 这仅仅是基本需求 他抱怨道 如今乌克兰面临数十亿美元的财政赤字 而我们不像俄罗斯可以卖石油和天然气 最后 塞丽斯基警告所有北约成员国 如果北约不提供足以取胜的援助 那么俄罗斯终将与你们开战 一场迟来的战争在等待着你们 乌克兰媒体表示 最新 美国对俄罗斯的新一轮加征的关税 看似涵盖570多类俄罗斯商品 但总价值才23亿美元 仅够俄战场上双方激战一天 拜登目前只是笼统地说要击败和威慑俄罗斯 法国和德国等一些国家 还在推动通过谈判来达成协议 承诺不少 但最终力度不及预期 G7集团黄金制裁计划也不够完善 仅仅是流动性受到制裁的限制 而现在黄金不用流向伦敦 转到瑞士 最后再前往世界各地 瑞士一贯的标签都是 我们不生产黄金 我们只是黄金的搬运工 现在跳开伦敦还少了一道中间商 不少人建议是该敲打敲打瑞士银行财团了 对此北约回应泽列斯基 北约将继续支持泽列斯基和乌克兰民众 但最终只能通过军事途径解决 只有在战场上才能赢得战争 总体来看 俄乌战争自然是北约峰会的主题 不过各国存在两大风起 首先对于这场战往下怎么打存在分歧 紫雷斯基喊话 希望在今年冬天之前就能扭转战局 然而 尽管在场的领导人点头回应了他的提议 但并不打算跟着乌克兰的节奏走 拜登倾向于长期作战 要为乌克兰建立弹药储备 并为至少要打到明年的持久战提供训练项目 其次就是对于胜利的定义 乌克兰和美国也存在着分歧 紫雷斯基希望把俄罗斯军队 从每一寸乌克兰土地上彻底赶出去 包括克里米亚半岛 据CNN爆料 白宫官员表示 夺回领土这种前景十分渺茫 如果乌军无法做到 那么紫雷斯基应该重新调整他对胜利的定义 重新定义胜利的标准 我们回到股市 今年以来 标普把指数的每次反弹 都会吸引数十亿美元流入ETF 但这一次却是例外 在看到账户余额在2022年代市场崩盘中 被破坏了太多次之后 整个ETF领域曾经逢低买入的买家已经消失了 资金外流进一步证明 在曾经成功的逢低买入的策略失败后 投资者情绪正在恶化 对冲基金将其股票畅口 削减至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与此同时 散户投资者放弃了长期以来的看涨立场 以近两年来最快的速度抛售股票 投资者越来越担心 目前的任何反弹 都可能只是昙花一现的熊市的反弹 在这样的宏观环境下 巴克莱分析师表示 看好美股的旅游概念股 他对美国博彩 住宿和休闲娱乐等行业持积极的态度 他在报告中写道 尽管他预计消费者支出将放缓 但对他所研究的许多公司而言 消费者对体验的偏好和被压抑的需求 应该能抵御冲击 支出数据显示 美国人正在把闲钱 花在疫情期间不得不搁置的体验上 而不是花在疫情期间 可以囤积的衣服等物品上 各国方面 迪士尼延长了首席执行官的合约 他的合同原定于明年2月到期 但董事会一致投票决定延长其合同 查普克在其相对较短的工作时间内 面临着巨大争议和动荡 他因对佛雷里达州同性恋法律的回应 而受到了批评 他从受欢迎的长期首席执行官 保护爱格手中接过江沈 但表现却缺少亮点 中国特别是上海疫情趋缓 6月28日 上海迪士尼乐园官宣重新开售门票 并于6月30日正式开源 迪士尼相关访问量 搜索量冲到了全国主题公园第一 希望可以带动迪士尼股价的回暖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美国媒体 法新社对于拜登近期的表现做了点评 总统似乎被美国国内发生的许多事封心了 包括川普国会听证会 移民惨案 枪支和堕胎 拜登领导的民主党 很可能在11月失去对国会的控制权 他似乎越来越无力地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 似乎仅仅满足于拍几张照片 来展示他在世界舞台上的强大领导力 然后回国专注于秋季的国会竞选 拜登就要回来了 大家认为他会救世吗 其实 在美联储放昏政策 并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之际 逢低买入是一个好策略 但在美联储收紧政策的情况下 逢高抛售是一种更好的交易策略 五穷六绝七翻身 七月会翻身吗 无论如何 希望诸位七月好运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感谢你与我共度时光 希望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